被一層層交錯排列的管線環繞 科技巨迫Google在23號發表論文 宣布立下量子電腦里程碑 量子電腦是科學研究的新趨勢 相較於傳統電腦位元 不是1就是0 量子位元可以讓1和0同時計算 大幅提升運算速度 不過論文1發表 許多人質疑Google誇大研究結果 量子電腦研究現在只是最初階段 短期內雖然難有相關應用 長期看來卻潛力無窮 量子電腦研究並不容易 除了需要低溫環境 任何震動或干擾都可能影響結果 想要完全取代傳統電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帶來新聞 其他新聞將過體驗變異 比頭髮更弱